二战中最不务正业的轰炸机是谁 是15架英国的惠灵顿轰炸机了 因为在他们的机身下面挂的不是炸弹 而是呼拉圈 很难得意见吧 所以这些呼拉圈究竟有什么用 而惠灵顿又为什么要挂上它们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掌掌见识 这些呼拉圈是用来扫雷的 而且扫的是海里面的水雷 关于水雷的知识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视频 就应该已经知道 水雷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 早期水雷都是接触式的 它们要么直接浮在水面上 要么接上一根链子 半潜在水面以下 靠经过的船只触碰隐性来引爆 但这样的缺点就是不够隐蔽嘛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呢 德国人就率先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水雷 雌性水雷 它可以直接被沉到较浅的海底 然后静静的等在那儿 一旦上方有船只经过 不经接触就会触发机爆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们一个是磁铁 另一个则可以探测出磁铁 玩过磁铁的人都知道 当我们把某个东西 比方说一个回行针跟磁铁接触久了之后 即便拿开磁铁 它也能继续把别的回行针给吸住 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磁铁给磁化了 而地球就是这样一块巨大的磁铁 所以它也能够磁化 跟它接触在一起的东西 比如一艘从造船舱里面刚刚下线的战舰 于是战舰也就成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磁铁了 这块磁铁来到海面上 走到哪里就会对哪里的磁场带来微小的改变 磁性水雷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在它的身体里面装有磁针 磁针会随着周围磁场的变化发生转动 当一个磁性较强的物体经过其伤方时 磁针转动的角度就会超过预知 于是起爆电路被接通 水雷也就当场爆炸了 你看不需要接触吧 而水雷本身就很令人恐惧了 更不要提这种隐蔽性更强的非接触式水雷了 不仅躲起来困难少起来痛苦 更关键的是在水中 非接触的爆炸本身反而比接触在一起爆炸 伤害性更强 这有点反直觉对不对 爆炸不应该是离得越近伤得越深吗 在水里面离得近只会伤你一次 而离得远一点则会伤你N次 研究表明水中发生爆炸时 能量会以三种最关键的形式得以释放 第一种是冲击波 大约占总能量释放的53% 第二种是热量 占总能量的46% 剩下的大约1%则是光了 而对水面船只造成最大伤害的 就来源于第一项冲击波 但这就完了吗 没有啊 还有由冲击波造成的气泡攻击 所以第一波 由不可压缩的水传递过来的冲击波 就已经比陆地上由空气传播过来的冲击波 强了1000倍了 因为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1000倍 足以把任何船只轰出一个大口子来了 接下来更猛烈的第二波开始了 由于水下爆炸的瞬间膨胀会导致大量气泡的产生 这些气泡在产生之后会持续膨胀 直到有外界的水压达到平衡后收缩 然后再次膨胀 再次收缩 再次膨胀 再次收缩 反复进行很多次 每一次将一部分的能量释放掉 最后才会彻底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 水面上的船只会经历什么呢 会经历仿佛像一只手握着船的两边 这样来回弯折一般 顶起 拉下 顶起 拉下 如果第一波的直接伤害 只是将船身撕开了一道口的话 那么第二 第三 第N波的间接伤害 则会最终将船身摆成两半 很难再有生存的机会了 所以你就能理解英国人得有多痛恨德国人的磁性水雷了 从普通的运输船到皇家海军的主力巡洋舰 都成为了磁性水雷的受害者 丘吉尔首相在唐宁街10号里面简直气得直跺脚 但光气不顶 得要想办法去扫除这种水雷才行 机缘巧合之下 英国捕获了一枚德国的磁性水雷 在拆开并研究了一番之后 他们信心大增 这玩意儿不就是个不长眼睛的磁铁探测器吗 既然是个磁铁就能够让它引爆 那我们就做一些假磁铁好了 让这些假磁铁从它上面经过 诱发它们物诈 不就消除了它们的威胁了吗 假磁铁从哪来呢 电磁效应告诉我们电可以产生磁 那就用电磁线圈 既轻变又灵活 把它装哪呢 装在传统的扫雷艇上可以吗 可以的 当然就是效率比较低 危险系数比较大 因为扫雷艇只能放慢速度走直线 半天扫不了多少雷出来还很容易就变成了呆载的羔羊 那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呢 英国人开了一个脑洞 飞机不是飞得很快吗 为什么不在飞机的下方装个电磁线圈 然后让它贴着海面一遍一遍的飞呢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 于是经过仔细的探讨 英国人选择了自己产量最多的惠灵盾轰炸机 来扮演临时扫雷飞机的角色 在它的机身下方安装了一个由轻质木材做成的中空圆环 并在圆环当中买上铝芯电线 用飞机上的发电机为其通电 就能把这个木头圆环变成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圆环了 从此一种全新的惠灵盾轰炸机型号便诞生了 它被启名惠灵盾DWI 意思是带着无线定向装置的惠灵盾轰炸机 为什么起个如此隐晦的名字呢 很显然嘛 是怕敌方的情报人员一听就知道 他们有个能够对付咱们的磁性水雷的先进玩意了 1940年1月8日 惠灵盾DWI扫雷机出战告捷 以极高的效率扫除了德军部下的磁性水雷 随后又在同年的5月10日 上演了其辉煌的高光时刻 为逃离封锁的荷兰王室 清除了一片干净的水域 使其安全地到达了英国 丘吉尔终于高兴了 大声在演讲当中宣布 现在磁性水雷已经不再具有威胁了 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还有啊 小样就你会用磁性水雷吗 我也会 但我不但会用还会扫哦 你会吗 所以随后英军就开始了 大量不设磁性水雷的操作了 搞得德国开始头疼不已了 老师和学生调了个个 现在换成德国人开始学习 英国人是怎么扫雷的了 啊原来你是用飞机挂线圈啊 我也可以有啊 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容科大妈JU 5-2型运输机的机身下挂上了 跟英国人一模一样的电磁线圈 也开始这样扫出英国人部下的磁性水雷了 与此同时啊别的国家 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 也都研制了各自的扫雷飞机 大有一种要来一个空中呼拉圈世界杯的意思 但很快啊 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空中的扫雷机 确实是要比海面上的扫雷艇要快 但它在空中却是最慢的存在啊 所以就很容易成为其他战斗机枪口下的羔羊 雷是越扫越少了 自己呢更是有去无回了 所以空中扫雷便渐渐就叫停了 而且啊 它也只能扫除磁性水雷 还只能是布的比较浅的磁性水雷 对于后来出现的靠声纹 压力与震动触发的非接触水雷而言 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 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总不能只是因为长得奇怪嘛 好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